天冷的时候最适合吃的是什么 肯定是煲一锅鸡汤了 尤其是乌鸡汤自身就有很好的滋补效果 而煲鸡汤调料本是越少越好 为了就是突出鸡肉自身的鲜香 但既然想要更好的滋补效果 那么今天就做一份草果炖乌鸡 草果自身就是钥匙两用 尤其是作为调味香料在烹饪中会经常用到 不但能去除异味并增香 也因为自身的药用价值 会更加的有滋补的功效 做这道乌鸡汤 我还加了一颗肉豆蔻和适量的枸杞 目的也是为了改善口感和加强这个滋补效果 乌鸡剁小块后清洗干净不用焯水 开锅后撇去浮沫就好 加入肉豆蔻和枸杞放两颗草果炖煮40分钟 最后加盐调味再煮5分钟就做好了 天气越来越冷让人也总打不起精神 再加上工作的疲惫整个人都觉得慵懒了很多 一碗热气腾腾的草果炖乌鸡 浓郁但依旧清香的味道 来上一碗 那种浑身充满能量的感觉 舒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